大家好,歡迎收看今集的《好味道》 如果大家喜歡煮食的話,不妨按訂閱鍵 我們每逢星期四都會有新影片上載到YouTube 今集我會教大家做炮谷蝦 我們先講講材料 有鮮蝦、中筋麵粉、卡榛粉、黑胡椒粉和鹽 炸漿的配料有卡榛粉、牛奶和雞蛋 片尾的部分會有食材的份量 大家也可以去我們的網站看看食譜 根據自己的需要作出調整 我們先講講做法 將鮮蝦剝殼,然後再挑走蝦腸 將鹽、黑胡椒粉和卡榛粉加到麵粉中拌勻 再將蝦和麵粉拌勻備用 將雞蛋加到碗中打勻 再加入卡榛粉和牛奶 拌勻備用 用中火起鑊,煮熱一鍋油 將蝦放進蛋漿中均勻地沾上蛋漿 然後再撲上一層麵粉 再放入滾油中炸30秒便完成,開上碟了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或意見都歡迎在下面留言 如果你知道有朋友喜歡的菜式的話 記得幫我們分享出去 你的支持對我們來說真的很重要 我們現在再講講材料的份量 大家可以暫停屏幕 或者按下連結去我們的網站 這個QR Code都可以去到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 就記得按個讚 有什麼問題就記得在下面留言 還沒訂閱我們頻道的朋友 記得按個訂閱按鈕 我們下次再見,拜拜